要关注一下是巴基斯坦在12号宣布以人民币支付的首批政府间进口的俄罗斯原油 但是没有透露定价或是折扣等商业细节 这是根据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在今年初达成的协议 第一批打折的俄罗斯原油已经在11号抵达了卡拉奇港 并且已经开始卸货 巴基斯坦石油部长马利克表示 这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次政府间的石油贸易行为 而这一次运载的石油在10万吨左右 而另外一批的5万吨的原油预计会在本月的20号会到达巴基斯坦 而由于说俄乌冲突 那现在俄罗斯正在将石油从西方市场转移到亚洲市场 最新情况也意味着除了印度等国之外 俄罗斯石油又多了一个新的出口渠道 但在此之前巴基斯坦的原油主要来自于中东